金秋的红叶点染金城 收获的喜悦一满神舟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 迎来又一个历史性节点 世界进入中国时间 10月18号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 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将在北京开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 2200多名代表汇聚一堂 党的十九大将着眼 党和国家事业既往开来 提出具有全局性、战略性、前瞻性的行动纲领 明确宣誓举什么旗、走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负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 竖起一座新的历史封碑 勇力掏头 自信的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党的十九大承载着既往开来的庄严使命 将开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